来我们走进华人故事来看图片 这是荷兰规模最大的华文学校 他们每年教的学生啊有五百多人 主要是因为他们有一种特别的教学方法 能够让年仅五六岁的孩子就能够认识上千个汉字 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教学方法呢 来看今天的节目 路特丹是荷兰第二大城市 现在生活着十多万华人 每到周六日 这所马克尼兹中学就变成了 丹华文化教育中心的校舍 门口聚集了上千名华人学生和家长 成立十五年 丹华现在已经是荷兰规模最大的中文学校 被国桥办评为海外华文教育示范学校 它的创办者就是校长李佩燕 现在我们是从幼儿班 一年级小学到六年级 然后初中班 对吧 初一初二初三 然后高中班 这是一个属于华裔子弟的 还有一个是对外国人 对成年人 就等于是汉语清廉班 和外国人学汉语的对外汉语班 目前丹华文化教育中心有学生五百多人 分二十四个班级 学生除了华裔 还有很多荷兰本地的小孩和成人 我们跟随李佩燕来到了最有丹华特色的课堂 这里全部是一年级的孩子 孩子们正在学习的叫中华自经 一边敲桌子 一边读 是为了让孩子们配合肢体语言 记住这些句子 这套教材打破了以往 从拼音开始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 中华自经呢 它因为是四字一句 而且是有押韵 是运文教学 就是说从大的 整一个三十二个字 或者十六个字方块 这个意思 它还有它的读 它的背 全部都懂了 然后再一句话 一句话的 来记住它的意思 跟认它的汉字 然后到个别 就是从大到中到小 这样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 中华自经的字特别大 对吧 它就希望孩子们把字当成是图 然后多看这个图就把它记住了 教材 学习教教师 老师讲话 老师讲话 各本作业 各本作业 这套教材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摒弃了以往 先学最简单的生活词汇 而是直接从文化入手 让海外的孩子 一边学汉语 一边了解中华文化 郭宝华老师在编写这套教材的时候 他能分文化的种类 像今天孩子们背诵的人轮 这个人轮就是给孩子们一种中华文化的好的传统 特别是道德方面 家庭的观念这方面比较好的东西都贯穿在里面 在中华自经的课堂上 老师常常自己编一些游戏 在游戏中教 还用各种方法来激励孩子们开口说汉语 现在学习中华自经 已经是家长选择丹华的主要原因 不过最初李佩燕决定启用这套教材的时候 却是源于一次失败的教学 就是我说 那个到了五年级六年级 我教他念一篇课文 就没有汉语拼音的课文 他说老师对不起 我要有汉语拼音的我才会读 那我说你不认识那几个汉字吗 他就读那些最容易的 我们你们他们爸爸妈妈 然后我觉得自己很失败 怎么教了五年的孩子 他看着拼音来读不是看汉字 就在李佩燕为这种现象苦恼的时候 恰好就在当年的华文教育大会上 国家汉办出版了这套全新的教材 李佩燕主动要求成为首批试点 可没有想到的是 最开始的推广遇到了极大的阻力 我们第一次去培训要有经济上的压力 那这中间有一些 比如负责财务的 他就不想拿出那笔钱来给你们老师们去培训 除了财务上的不支持 最大的阻力还是家长 要颠覆传统的循序渐进的教学模式 第一课就学 乾坤有序 宇宙洪荒这样的文章 很多家长都不理解 纷纷萌生了让孩子退学的想法 乾坤那些家长一看 我都不懂啊 你教我孩子 不敢 阻力 那要克服这个阻力 我这个过程中也是 有那么大概有两年的时间 也是很辛苦 不过李佩燕还是没有动摇 她一次次的给家长们开会 讲述中华资金的教学原理 才慢慢的被家长们接受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很多家长都写了很多 在我们桃里人那里 很多很多 她两夫妇吵架 她儿子学了中华资金以后 就在旁边说 爸爸妈妈你们不要再吵了 夫妻相敬 就是中华资金里面的一句话 跟中国的学校一样 每上完两节课 丹华还会安排全校的师生 在操场上调一段课金操 这也是丹华的特色教学 丹华的课金操采用的 是中国现在最流行的歌曲 《小苹果》作为伴奏 歌词却是经过改编的 中国地理知识 虽然现在的丹华文化教育中心 是荷兰最具规模的华文学校 但是最初的创建 却是充满艰辛 李佩燕出生在广东 出国前是华南师范大学的语文老师 1998年 李佩燕来荷兰探望重病的丈夫 为了生存 开办了一所青年语文文化学校 我从踏入荷兰开始 我就多便宜的我都教 我从来没有停过教学 第二年 李佩燕和时任丹华中学的校长 黄音先生合作 决定开办一所正规的华文学校 但是当一切都筹备好了之后 却发现 根本没有适合的中文教材 青年人的没有 他们学过小学的一些文字 但很想了解中国地理 中国语文 中国历史 就十七八岁 你还叫他那些 爸爸妈妈那些那不行了 所以就迫切需要有初中的中国语文 为了能够让丹华文化中心如期开办 当时已经五十岁的李佩燕 只能率领仅有的四个老师 白天教学 晚上通宵编写教材 那是拼了命的去编写 当时候如果现在回过头来看 是水平很不够 但我们是赶时间 几乎是一个晚上一课书 一个晚上一个练习 一个晚上一个教师手册 这么出来的 然后那时候我自己开始学电脑 打得又不快 然后就是这么硬的 是这么学过来的 整整三年的时间 李佩燕和几位老师一起编写了 中国语文 中国历史文化故事 中国地理旅游 学说普通话 四套教材 很快 丹华就在荷兰 小有名气 我们一开始几十个学生 四个老师 第一年 好像第二年已经一百多了 第三年好像就二百多了 然后就是一百一百这么 不过就当李佩燕觉得 学校的声援稳定了下来 一切都步入正轨的时候 一个棘手的问题 从天而降 当时候我觉得有点荷兰经济不好 然后就拿中文学校来开刀这样 突然间从六千的租金 说要六万 谁知道我一听我整个人都傻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 李佩燕必须做出决定 是寻找新的校舍 还是提高学费来缓解财务上的压力 如果加学生的学费可以 把它办成商业性质的学校很贵 那你学生就少了 就不能普及了 就好像失去了某种意义了 我们都希望在路特丹 或者路特丹附近的所有华裔的孩子 都能读到中文 为了不让丹华成为只有少数人 才能上得起的学校 李佩燕想尽了各种办法 寻找新的校舍 最终李佩燕找到了现在的校舍 是路特丹一所示范中学 教学环境一流 每个校舍有多媒体设备 还有舒适的休息区和操场 周六日归丹华使用 而丹华也一直保持着原来的学费不变 就说你教学一定要对这个意义 就我们的老师都知道 教华裔的子女认识中文有多大的意义 以后他们就是综合文化经济交流的这个桥梁 你说这种有意义的事情 如果你真愿意做的话 你就不会计较 李佩燕说 虽然教师们的薪水不高 他们却都有着非常高的工作热情 为了提高这些教师的教学积极性 李佩燕有一个独特的办法 那就是在欧洲最大的华文报纸 华侨新天地上 创办了首个华文教育专栏 《桃李源》 让老师们可以有展示自己的空间 就比如我是普通老师 我要出一篇教学的文章 我还要出你的照片 就是说你教学的照片 然后如果你写的不好 教的不好 那你永远也上不了桃李源来了 所以每一个老师都会很积极 现在不但老师们争相发表文章 还吸引了大批欧洲华文教育人员 前来丹华参观 是丹华文化教育中心 成为欧洲最知名的华文学校之一 而丹华的老师们也亲如一家人 在记者即将离开的时候 李佩燕告诉我们 今年丹华即将迎来15岁的生日 教师们正在为校庆排练大合唱 游子吟是老师们最喜欢的曲目 他唱出了这群漂泊在海外的华文教师 对于祖国的依恋 和对传承汉语的坚定信心 在我们的摄制组拍摄过程当中 李佩燕告诉我们 除了教师们的辛勤付出 丹华还有很多志愿者 义务来到这里服务 他们虽然身处异乡 却都有一颗不变的中国心